第288章 机会来了 给老约翰治疗了一番后 叶寒留他在别墅里面住了一晚 让他明天启程去山海市 第二个疗程 只有等他回山海市之后才能开始 老约翰欣喜地同意了 因为经过叶寒一番治疗 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以前不一样了 叶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用你们华夏人的话来说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不过我依旧想要报答他 这是我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各大公司的股票 现在我将他转让给你 老约翰从公文包里面拿出了一份合约 放在叶寒的面前 看着叶寒一脸微笑地说道 别小看这一份合约 如果叶寒签字了 那么他将立即变成身家千亿的超级大富豪 叶寒虽然不知道这份合约有多重 但对于老约翰这个人 他不想他们双方只是医生和病人这种关系 以后在商场上 如果能和他合作的话 意义更大 所以 叶寒将合约推了回去 说道 老约翰 你太见外了 今天在那样的场合下 你能站在我身后 我叶寒感激不尽 虽然你我才出次见面 但我已经拿你当朋友 所以 这感谢放在心里即可 如果你也拿我当朋友 这份合约你就拿回去吧 因为我是不会钱的 听到叶寒这话 老约翰有些意外 如果他这份合约放在全球任何一个人的手里 只怕还没有人能抵挡住他的诱惑 但是叶寒的举动却让他非常意外 老约翰说道 叶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自然拿你当朋友 但是 没什么但是 叶寒说道 老约翰 你是一个玩股票的大升级人物 如果你感觉过意不去的话 这样吧 我在你那里投资几个亿 帮我随随便便赚点钱花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老约翰有些傻眼的看着叶寒 就这么简单 叶寒说道 老约翰 其实不满你说 我也有自己的事业 以后在商场上可能还会与你合作 当然 也有可能麻烦到你 如果我真有困难的时候 希望你能帮一帮我 我将感激不见 老约翰一脸郑重地说道 叶 你这话太严重了 不说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 今后你有任何困难 我都会拼尽全力地去帮你 叶寒救他一命 且不要任何报酬 对老约翰来说 叶寒这个小了他三四十岁的青年 和他已经是忘年交 试问 有谁面对一份价值上千亿的合约而不动心 只为交他这个朋友 至今为止 老约翰也只碰到叶寒一个人 叶寒用这份诚心来交他这个朋友 他自然也会掏心掏肺 和老约翰聊了一会天之后 叶寒就回房修炼了 不过这当中 叶寒将赛车迎来的八个亿 给了老约翰用于投资股票 老约翰是这方面的神话高手 想来他这八个亿投进去 绝对不会亏 不过老约翰也在叶寒的面前放出了豪言 一个月之内将会把叶寒这个八个亿翻十倍 一个月翻十倍 那就是八十亿 对于老约翰这话 叶寒还是很期待的 第二天一大早 老约翰就启程前往山海市了 当然 他不是一个人 暗中还有保护他的西方高手 如老约翰这样的金融界巨子 出行怎么可能没有保镖跟随 而且叶寒还能感觉出来 在暗中保护老约翰的人 绝对是高手 叶寒和慕容天都三天后的约战 也是迅速在华东地下世界扩散开来 知道这一事件的人在争论的同时 心头也是在纷纷期待着 叶寒 华东地下世界的新贵人物 目前在华东如日中天 而慕容天都 南方第一上 同时还是南方四大青年高手之手 强势无比 这一战 虽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不过看好叶寒的人没几个 毕竟 眼下在南方年轻一代中 有实力踩下慕容天都的人 还没有生出来 叶寒虽然厉害 但他不见得能胜过慕容天都 直到这一战后 五位龙头还亲自过来询问了叶寒一番 眼下他们和叶寒站在同一个阵营 叶寒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几位 难道你们对我就这么不自信 看着五位龙头脸上浮现出来的担忧之色 叶寒淡淡一笑 说道 放心吧 没把握的事情我也不会答应下来 这件事情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对了 血手堂和天宗会那边盯得怎么样了 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何耀宗说道 这两家眼下除了杀来杀去 也没什么其他动作 不过据我手下的探子来报 今晚血手堂第二 将将会返回西江 镇守西江总坛 他们可能是想把原本镇守西江总坛的第三将换过来 这样一来 天尊会可能就要落入下风了 第二将返回西江 叶寒坐在沙发上沉默了片刻 他看着何耀宗说道 这个消息准确吗 确定第二将今晚返回西江总坛 不会有错的 何耀宗说道 第二将原本就受了重伤 前几天和第二天王还差点同归于尽 眼下他在江浙根本帮不上忙 回西江总坛作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闻言 叶寒眯着眼睛笑道 据我所知 血手堂的第一将和第二将是一对夫妻吧 不错 这两人早年跟随着江浴堂打天下 他们的真实名字已经没人记得了 不过当年在地下世界 他们二人号称鸳鸯双雄 为江浴堂杀了不知多少高手 让人闻风丧胆 你们说 如果第二将死在了天尊会的手上 血手堂会怎么做 不 确切地说 低江会怎么做 叶寒的脸上露出一抹 让人心寒的微笑 使得五位龙头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难道叶寒有什么计划了 何耀宗说道 如果第二将死在了天尊会的手上 那么第一将绝对会发疯 到时候 白面军师都挡不住他报仇的欲望 叶先生 难道你有什么想法不成 叶寒没有回答 他笑道 你们无需多问 要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知道了 现在给我盯紧第二将返回西江的行程 我要知道他的准确路线 听到叶寒这话 五位龙头都离开了别墅 不过他们大致已经猜到 叶寒很有可能要对第二将下手了 听到此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